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把这个素材位置调整一下 画面会更平衡 行 我试试哈 看着还可以不 效果好多了 你自己看呢 我看着画面更和谐了 新鸣 这次给你提修改建议 我看你有些变化呀 什么变化 不像以前那么耻熟自己了 别提了 我以前太狂妄了 总觉得自己业务技术好 不愿意听取别人建议 结果做出的图总反顾 说起来都蒙羞啊 那你是怎么改变的呀 给我唠唠呗 行 要不咱俩出去说 2021年 我在教会做图 刚开始遇到问题呀 我还能虚心向弟兄姊妹寻求 弟兄姊妹提的建议呀 我也会用心揣摩怎么修改 一段时间后 我做的图长进很快 弟兄姊妹经常向我询问 技术上的难处 有时带领还点名 让我制作一些有难度的图 带领检查我制作的图 提的建议也比较少 再加上我做图的效率快 这慢慢的我就狂起来了 在心里欣赏自己 虽然我进这个本分时间短 但我长进挺快的呀 而且进本分 也能达到一些果效 鉴赏和审美也还行 头脑也灵活 看来自己确实是个人才呀 慢慢的 弟兄姊妹再提什么建议 只要我认为不对的 我就不接受啊 的确 人一飘起来 就不好接受别人的建议了 是啊 还会给工作带来反攻啊 当时带领陆尘姊妹 领受真理原则比较好 在检查图片时啊 能提出一些建议和修改方向 但我发现 陆尘有时也会因为 不掌握原则 导致反攻 本来这是正常现象 可我不能正确对待呀 觉得陆尘是带领 这原则掌握的也不怎么样 有时我们在一起 讨论图片的时候 我发现陆尘的审美和 鉴赏力不如我 我心里啊 就有些小桥谈 每次陆尘给我制作的图题建议 我都不愿意接受 记得一次带领让我们制作一批图片 我们在一起讨论完思路方向后 就分头去制作 后来陆尘检查时说 我做的图没有亮点 空间也不开阔 建议重新换思路 你当时什么态度呀 看到自己做的图被否掉啊 我心想 没有亮点可以加个亮点 空间不开阔 可以再开阔一点 用得着换思路吗 我是专业做图的 业务和经验都比你好 你提的建议能合适吗 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 跟陆尘说了 并强调自己还想修改 不想随意否掉这张图 陆尘就跟我沟通 这次啊 主要就是出个思路 建议我不要把时间 都花在这张图上 可以多尝试几个思路 紫密的建议也合适啊 是啊 可我当时听不进去呀 我心想 这张图要是有价值 被否掉了 不可惜了吗 而且陆尘的审美 也不怎么样 我还是再修改修改吧 然后语气生硬地 跟陆尘说 我再修改一次 不行再换思路 陆尘听我这样说呀 就尴尬地走了 当时佩达的姊妹 也让我再换个思路 我心想 平时你们制作的效果图 都没有我的好 有什么技术问题 还请教我呢 现在还给我提建议 你们说的这些 我能不懂吗 谁的建议都听不进去 这样咋跟弟兄姊妹陪打呀 那后来这张图 修改得怎么样了 我尝试了一晚上啊 制作出来的效果 还是不怎么好 时间耽误了 制作也没有思路 心里感到黑暗下沉 我这才停下来 揣摩自己的情形 想到自己对陆尘的态度 我心里很受责备 我就找相关神的话 解决自己的情形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有时候圣灵开启人 就几个字 或者一两句话 或者给你一个意思 就让你明白 这件事的关键所在 你立刻就醒悟了 就知道原来自己坚持的东西 是错误的 同时也明白了 怎么做最合适 达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就避免作恶了 同时也避免了犯错误 该承担的后果 这是不是神的保守 是 这是怎么达到的 必须得有敬畏神的心 得存着顺服的心 寻求真理才能达到 你得着圣灵的开启了 确定出实行原则了 这样实行就合乎真理了 就能满足神的心意了 你能这样实行真理 关键在乎什么 主要在乎人的存心 人的态度得对 这是关键的 圣灵做工 就是检查人的存心 态度 也是根据人的存心 态度 来决定是否开启人 带领人 人如果能认识神的做工 能把这事看清楚 就知道怎样向神祷告 寻求真理了 这事你们能看清楚吗 很多时候 人也想不作恶 也想达到实行真理 办事有原则 但这在乎 人对待真理的态度 在乎人是否有敬畏神的心 顺服神的心 如果你能放下自己的存心 有顺服神的心态 诚心向神祷告寻求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得着神的开启 神会用一些方式 让你明白真理的原则是什么 关键点在哪 向神祷告寻求 只要心太对 是诚心的 神都会开启 就怕人不是真寻求真理 而是走过程 走形式做给人看 这就没法得着神的开启了 如果你的态度是顽固地 只要持守自己 拒绝真理 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见 不寻求真理 只相信自己 认为神的心 认为神的心 不管神如何做 神的要求是什么 你都是这样的态度 神会怎么做 神就不搭理你 把你搁置了 神不搭理你 你是得福了 还是受祸了 是得益处了 还是受亏损了 肯定是受亏损了 这是谁造成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没有人强迫你这么做 你心里还挺难受 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神不搭理你了 你摸不着神了 心里黑暗了 生命受亏损了 这就是自作自受 就是罪有应得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 要想获得圣人的开启 人首先得放下自己 有一个寻求 顺服真理的态度 是 如果人一味地持守自己 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 其实就是在拒绝真理 拒绝神的开启带领 当人的心 一旦向神封闭了 神看到人这种 顽固持守的态度 也不会搭理人 人失去圣灵做工 心里就黑暗 没有路途 是 我这个人也挺狂妄 每次讨论问题 有不同建议 只要不合我意 就想反驳回去 其实 这就是不接受真理的表现 是 我就是这样 当路途建议我 尝试新的思路 我就以自己懂业务 有经验 审美好为资本 看不上路途提的建议 我没有一个寻求顺服的态度 一味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强调自己的对 给陆辰带来挟制 弟兄姊妹的建议 我也丝毫听不进去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不需要别人的指点 特别的任性狂妄 当我带着狂妄性情 尽本分的时候 越做呀 心里越感到黑暗 没有路途方向 也影响了制作图片的进度啊 看到 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带领 自己就像一个大笨寡 什么都看不透 是 这时啊 我才感受到 一个人有没有寻求真理的心 很重要 这决定能不能获得圣灵的带领 是啊 因为神做工是实际的 谁也不知道 圣灵会在哪个人身上做工 对 如果人不能接受别人建议 没有寻求的心 很容易就错过 圣灵的开启带领 是啊 在教会里 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 只要他说的对 咱也得接受呀 是啊 想到这些啊 我也把自己的情形 跟陆臣敞开 并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抱歉 也愿意按照陆臣提的建议 去尝试 没过两天 我又尝试了新的思路 大家给我提了一些建议 我就注重在他们的建议上 揣摩修改 修改好之后就上交了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上层带领看到这张图 都说挺新颖的 感谢神 感谢神 之后我在做图时啊 弟兄姊妹给我提建议 我也能虚心接受 尝试修改 做图的果效越来越好 效率也越来越快 可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 还是我懂原则 业务好 要不我做图的效率 怎么这么快呢 尤其是我修改的一张图 是陆臣之前淘汰的 我心想 看来陆臣还不如我懂原则 我心里啊 又开始狂起来了 有一次 我制作完一张图 陆臣检查后说 我做图的视觉不够开阔 选的角度不美观 给人感觉很压抑 并给我找了一张参考图 看到陆臣找了参考图啊 我心想 这张图确实挺大气的 我制作的图 视觉确实不够开阔 但色彩搭配挺有创意的呀 接着 我又去看陆臣给其他人提的建议 和找了参考图 感觉也不咋样 我心想 陆臣找的参考图 一点美感都没有 还说我做的图不好 平时陆臣业务也不咋样 有时提建议也有出错的时候 要是按照他提的建议修改 改错了到时候还要反攻 还是按我的思路做吧 于是我就跟陆臣说 我想在原来的思路上修改 陆臣看我态度强硬啊 无奈地说 那你改改看吧 后来我修改啊 也没有什么思路 又把原则拿出来衡量 看到自己做的图啊 确实不符合原则 只能换新的思路 如果早听姊妹的建议 就能避免反攻了 是啊 之后啊 我也揣摩 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陆臣刚开始就提了 我怎么没有揣摩 就直接否掉了呢 这到底是什么 败坏性情支配的呢 过后我看到神的话 林道士不能自视 要安静在神前学功课 学会放下自己 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 我比你们内行 我应该说了算 你们应该听我的 这是什么性情 这叫狂妄自视 是撒旦败坏性情 这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东西 有的人尽本分 总也不寻求真理 净几亿做 凭自己的想象做 总任意妄为 就是不走实行真理的路 什么叫任意妄为 就是林道士 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 没有思索寻求的过程 别人说什么话 也打动不了你 也改变不了你的主意 甚至交通真理 你都不接受 你就坚持自己的观点 别人说的对 你也不听 你就认为自己的对 就持守自己的意思 即使你的想法对 别人的意见 你也应该参考一下吧 你一点不参考 这是不是太自视啊 太自视 太任性的人 就不容易接受真理 如果你做错事了 有人指责你 你做这事不合真理啊 你说 不合真理我也这么做 你还要讲个理由给他听 让他觉得合适 如果他责备你 你这么做是打岔 会对教会工作不利 你不但不听 还继续讲自己的理 我认为这么做对 所以我就这样做 这是什么性情 狂妄 阿们 阿们 揣摩着沈的话呀 看到自己对待 别人提的建议 只要自己认为不对的 不管别人提的 符不符合原则 我一丁点都不接受 没有商量的余地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特别的任性 狂妄自视 让人验证了 想想自己最近的流露 当看到自己制作的图片 有些果效 而陆晨有偏差的时候 我就觉得陆晨 没我懂原则 懂业务 所以当陆晨 给我制作的图片 提建议的时候 不管合不合适 我都不接受 不管陆晨 怎么跟我沟通 我都不听 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特别持守自己啊 看到自己临到事 一点寻求的态度都没有 流露的全是 狂妄自视的心情 如果不是制作失败 我到最后 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想法 看到自己 确实太刚硬了 认识到这些 我心里很难受 虽然自己做图经验 比他们丰富一些 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流露的全是狂妄性情 我这种不接受真理 自制狂妄的态度 让神艳增啊 真是这样 一旦活在狂妄性情里 就特别相信自己 别人的建议再对 也听不进去 就像一头降驴似的 往往这个时候很危险 很容易做出打岔搅扰的事啊 是啊 其实露晨提的建议 虽然有出错的时候 但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 人无完人嘛 对 而且他给我找的参考图 选风景的角度 是可以借鉴的 我可以把露晨建议中 好的地方接受过来 补足自己的缺少 这样我做图时 就不会来回反共了 是 接下来 我得多听听 弟兄姊妹的建议 不能再这样狂妄自恃了 嗯 之后啊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人都有狂妄自恃的性情 总自以为是 不管自己怎么想 怎么说 怎么看 总认为自己的观点 态度是正确的 别人说的都不如 自己说的好 说的对 总坚持自己的意见 谁说的话也不听 即使别人说的对 合乎真理 他也不接受 只是表面听听 却不采纳 到实行的时候 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 总觉得自己说的对 自己说的有理 也可能你说的对 说的有理 或者你做的也对 也没什么问题 但你流露出来的性情是什么 是不是狂妄自恃啊 就这种狂妄自恃的性情 如果不脱去 能不能影响到尽本分 能不能影响到实行 真理呢 狂妄自恃的性情 如果不解决 以后会不会栽大跟头呢 肯定会栽跟头 这是必然的 你们说 神能不能看见人 这些表现 神太能看见了 神不但检查人心肺腑 还随时随地观看人的 一言一行 神看见你这些表现 会怎么说 神说 你这个人刚硬啊 你在不知道 自己有错的情况下 能持守自己 这可以理解 但在明知 自己有错的情况下 还能持守自己 死不悔改 那你就是个老顽固了 你就麻烦了 不管什么人提建议 你都是采取 消极抵触的态度 去对待 丝毫不接受真理 心里完全就是 抵触封闭拒绝 那你这个人 就太谬望了 是谬中一个呀 你这人太难办了 难办在哪呢 难办在 你的表现 不是一种做法的错误 不是一种行为的错误 而是一种性情的流露 什么性情的流露呢 你这人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一旦被定性为仇恨真理 在神那儿看 你就麻烦了 神会厌弃你 不搭理你了 阿们 阿们 原来不接受对的建议 这不仅仅是狂妄 更是厌烦真理呀 是人 人总是持守自己 不接受别人的建议 实质就是不接受真理 厌烦真理 想想 陆辰给我提的建议 是合乎原则的 自己不接受 就是不接受真理的表现 陆辰在领受原则上 比我好 尽本分也比较负责 他给我提的建议 是合适的 但我觉得自己业务技术好 有经验 不管陆辰说什么 我都不接受 心里都是抵触 执意要按照自己的思路修改 等到碰壁了 才放下自己 去揣摩陆辰的建议 看到我处处 把自己的意思放在第一位 不管别人交通的 符不符合原则 都不会虚心接受 我这种不接受建议的态度 实质就是厌烦真理 如果不扭转 最后肯定得被神显明淘汰 想到这些 我心里很害怕 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解决狂妄性情 跟弟兄姊妹好好陪搭 过后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达到合格尽本分 难不难 其实不难 就是人得能放低姿态 有点理智 占合适的位置 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 曾经得过什么奖 有过什么成就 或者你的身份档次有多高 这些都得放下 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神家 这些荣誉再高 也高不过真理 因为这些虚浮的东西 不是真理 也代替不了真理 你得看清楚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 我有恩赐 我的头脑灵光 反应快 学东西也快 记忆力又超强 我就有资格说了算 你总以这些东西为资本 还把这些东西 看成是宝贝 当成是正面的 这就麻烦了 这些东西 如果占有你的心 扎根在你心里 你就不容易接受真理了 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你得把那些 自己所喜爱的 看似不错 当成宝贝的东西 先放下 先否认它 那些东西不是真理 反而能拦阻你 进入真理 现在最要紧的是 尽本分 得寻求真理 按着真理去实行 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因为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这才是刚刚走上 生命进入的路 走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入门了 不管做什么事 都有入门的东西 都有最基础 最基本的东西 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就是生命进入的一个途径 如果你尽本分 只是做法上看着合适 但不合乎真理原则 这就不是合格的尽本分了 那该怎么努力呢 必须得往真理原则上 努力寻求 具备了真理原则 才是关键 如果你只是行为变好了 脾气变好了 但不具备真理实际 还是没用的 你有点恩赐特长 这是好的 但应该用在尽本分上 才是用在正地方了 要尽好本分 不是需要你人性变好 性格变好 或者放下你的恩赐特长 不需要这些 关键是得明白真理 得学会顺服神 在尽本分中 难免有败坏性情流露 这时该怎么办 必须得寻求真理解决问题 达到按真理原则办事 这样尽好本分 就不成问题了 不管你有哪方面恩赐特长 或者具备某些业务知识 把它用在尽本分上 是最合适的 这样才能尽好本分 一方面尽本分 要凭良心理智 一方面还要寻求真理 解决败坏性情 这样尽本分 这样尽本分就有生命进入了 就能达到合格的尽本分了 阿们 看完神的话 不用了实行路途 虽然自己在尽本分中 能达到一些果效 业务和审美能力 比别人好一些 但这些呀 都不是真理原则 如果我总把这些当作资本 就没法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 没办法接受真理 也达不到合格的尽本分呢 是啊 学会放下自己寻求真理 这样的态度 才容易获得圣灵的带领 本分也会越尽越好 是啊 回想自己尽本分的一幕幕 不尽求真理原则 总拿自己尽本分效率高 果效好 又实战经验为资本 觉得自己懂原则 弟兄姊妹提的建议不接受 导致做的图不断反攻 尽本分也感受不到神的带领 我凭着这些暗自素质尽本分 心情越来越狂妄 最后不仅本分进不好 还给弟兄姊妹带来挟制 也影响做图的进度 现在我明白了 虽然做图需要一些业务知识 但这些只是在尽本分中的 一个辅助工具 是 要想尽好本分 最重要的还是注重寻求真理原则 能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 这样才能尽好本分 是啊 想到之前自己尽本分 之所以效率快 能达到一些果效 也不是自己能达到的 都是借着身边的姊妹 不断地提建议 自己不断地修改 图才越做越好啊 是啊 接受弟兄姊妹建议的过程 也是大家在一起 互相取倡不断的过程 是 接下来啊 我也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实行 当别人提建议的时候 放下自己的资本 带着一颗寻求的心 用心去揣摩弟兄姊妹的建议 跟大家和谐配搭 之后 我就这样操练实行 当我按照建议修改后 图片的效果 确实比之前好多了 在做图中出现原则性的问题 也越来越少了 感谢神 有一次 另外一个带领刘晓 看了我们做的效果图 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说画面中有一个元素啊 跟整个画面不匹配 建议找找参考修改一下 听姊妹这样说啊 我心想 你业务还不如陆陈呢 你说这个元素不匹配 是你什么也不好吧 我感觉挺好的 没有换的必要 又想持守自己了 是 当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啊 我意识到自己 又流露狂妄性情了 看刘晓业务不如自己就嫌弃 不想听姊妹的建议 我就在心里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想接受刘晓的建议 我知道自己 又流露狂妄性情了 之前我就是这样失败的 我不愿意再凭败坏性情尽本分了 求你保守我有一颗寻求的心 多听听别人的建议 阿们 道高厚啊 我想到每个人身上都有缺少和长处 自己应该正确去对待别人的建议 吸取别人的长处 来弥补自己的短处 跟人和谐配搭 这样才容易获得圣灵做工 本分才能越见越好 想到这些啊 我静下心来去揣摩刘晓提的建议 并具体问了刘晓的想法 刘晓呢 就结合参考图给我细节分析 听完姊妹的分析啊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尝试按刘晓的建议修改后 姊妹们都说比之前好多了 看到最后的效果图 我心里很感谢深了 这是和谐配搭打到的过效呀 是啊 这次的经历 让我看到自己缺少太多了 确实需要弟兄姊妹 一起配搭来补足 更让我切实地感受到 不持守自己 多听听弟兄姊妹的建议 同心合意才有圣灵的带领 尽本分才能达到好的果效 感谢深啊 感谢深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